我們 因為已經拍過戲 當時感情特別好 我們那個戲拍了很久 然後我們兩個就互相照應 畢竟我也是台灣人 對我們台灣的演員過去 我都盡量是能幫忙他就幫他 那當然中間我們偶爾都會保持聯絡 當然不是說那種成兄道弟的 但是畢竟我們的拍戲 跟之後的宣傳都常常在見面 互相交流 對然後又會互相在我們的Facebook 或者什麼點讚 那就很感情好不好 覺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大男生 非常 人非常好 工作也非常敬業 然後也沒有 沒有什麼 負面的消息 或者負面的新聞 就人很耿直吧 我一向都很欣賞這樣的藝人 對 你好像之前有發問說 希望社長衛視那邊有一些什麼樣的 對他的 我好幾年前 我不是針對什麼電視台 我是針對節目 我覺得這真人秀 真人秀這種東西是很傷害演員 不管今天是追我吧 還是之前什麼演員的誕生 我覺得那些都是傷害演員的節目 我好幾年前就一直在跟 在我的微博 在哪裡我會提倡說 叫呼籲演員不要上 那些東西呢 你上了之後 你少了神秘感 你以後演什麼呢 就不像什麼了 因為觀眾太了解你 但是你知道吧 現在在那個 現在算是民視的比較寒冬期 很多演員可能沒戲拍 那他們會想要說 有機會曝光參加這些真人秀 真人秀跟忠義是不一樣的 忠義是忠義 真人秀是真人秀 真人秀就是希望看到演員 或是明星或是藝人 他的喜怒愛樂 那沒有這樣的話 那當然就沒有人看 因為不夠刺激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個人 我不是說藝人不能上 我只是覺得演員不適合 那我一向很抵制 演員上這個武術人秀 那這一次很不幸 李翔他參加這個 這麼激烈的運動 然後我相信 我相信他們的保護措施 的確是沒做好 的確是沒做好 我不要說他跑步怎麼樣 我們釣鋼絲我們爬牆 我們拍戲我都看過鋼絲 斷了好幾次 武航從鋼絲上掉下來 那鋼絲你能保證說不會斷嗎 那下面是不是有放個什麼 放個那個氣墊 還是有放個什麼網 萬一人掉下來怎麼辦 那那的確是沒考慮清楚 是嗎 這個防備措施沒做好 所以 對啦 就是這樣